从宇宙诞生至今已有138亿年 在这138亿年里 由于宇宙超光速膨胀 其直径已经超过了931光年 930亿光年 是可观测的宇宙空间 至于可观测距离之外 宇宙外围还有多大 这个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就在这931光年的空间里 分布着2000亿个大的星系 其中的银河系 只不过是这2000亿个星系中 一颗如同尘埃的存在 即便是这样一颗尘埃 其内部也拥有1000至4000亿颗恒星 而太阳系在整个银河系中 也如同一颗毫不起眼的尘埃 但就是在这个尘埃的内部 有一个叫地球的星球诞生出了文明 如果从概率上来讲的话 整个宇宙中 太阳系诞生文明的概率 是800万亿一分之一 很多人对这个数字没有概率 那么做个直观的对比 科学家经过研究换算 人一生中被雷击中的概率 是13500分之一 与地球诞生文明的概率相比 高出几十万亿一倍 属于极高概率的事件了 而另外一个人类根本不用担心 也觉得根本不可能的小概率事件 被陨石砸中的概率 经过科学家研究计算 其比被雷击中的概率小少不少 约是几一分之一 即便是这个概率 也比宇宙诞生地球文明的几率 高了几十万亿倍 所以很多科学家就曾思考过 就这么极低概率的事件 为什么就发生在太阳系 这么一个毫不起眼的恒星系之中呢 曾经就有科学家以地球为蓝本 把一个星球诞生出文明的概率 在考虑到各种因素后 取最低值进行计算 这个就是著名的德雷克公式 最后得出银河系中 可能诞生了十万个地外文明 如果仅仅是银河系 就诞生出十万个文明 那么在可观测的宇宙中 就有两千亿个 如同银河系一样的星系 那么以十万乘以两千亿 这个数字将非常庞大 将有两一一个地外文明 从数字上来看 宇宙中文明的数量非常多 好像非常拥挤的样子 事实上真的如此吗 以银河系为例 通过德雷克公式计算 在银河系中 十万个文明看似很多 如果把其分布在 直径十万光年 厚度一点六万光年 拥有一千亿 至四千亿颗恒星的银河系中 那么大概每十万 至四十万颗恒星中 将诞生出一个地外文明 其密度分布 大约是八千光年左右 通过计算 一下子就把人 拉回到现实之中 只是因为宇宙太大 虽然可能诞生 地外文明的恒星很多 但是把它们 分布在宇宙空间之中 又会显得异常的空旷 八千光年的距离 放眼到银河系之中 是一个非常短的距离 如果放到宇宙之中 就如同尺尺之间 但是这个距离 对人类来说 却非常遥远 由于宇宙间 光速是不可超越的 最快的速度 也只能是光速的 如果知道 八千光年外 有一个地外文明 地球文明想去拜访 即便是以光速行驶 也需要八千年的时间 纵观整个人类的文明时 也不过数千年时间 而人类进入到现代文明 也不过是最近的几百年 从这个距离上来看 即便是离得 最近距离的 两个地外文明 想要跨星际交流 距离中将 将是一道 无法跨越的门槛 阻碍了地外文明间 相互交流 在目前阶段来说 人类不要说跨越八千光年 去寻找另外一个地外文明了 即便是离得最近的一个恒星系 比林星 距离大约有4.2光年 人类也无法跨越 目前人类飞行最远的探测器 旅行者2号 其距离地球已经241公里左右 以它的速度 想要完全飞出太阳系 还需要17000年的时间 而其想要到比林星去 还需要7万年左右 这个时间 是智人走出东非大峡谷 建立现代地球文明的时间了 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 人类不要说到打比林星 更不用说去寻找地外文明了 就是走出太阳系 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也几乎不可能完成 曾有人悲哀的预测 人类就被锁死在太阳系了 可能哪里都去不了 也可能是距离的原因 科学家通过概率计算 即便在整个银河系中 可能有10万个地外文明 但目前 人类文明并未与地外文明有过接触 也许人类文明终其一生 在不可超越的距离面前 都不太可能突破太阳系 更不用说跨星际 去寻找另外一个地外文明了 同样的道理 如果有一天地外文明 发现了地球文明 他们想来找人类 在八千光年的距离面前 也不太现实 何况 人类是在最近百年 才使用无线电技术 即便无线电信号被对方收到 也是几千年后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